我天天路过的地方有疫情了 有一个店啊 然后好像进了什么肉 然后就是有人有足迹 那个店被封七天 看我后边那些在消毒 所以我今天本来想要去这附近逛一逛 后来我还是决定回家 因为我真还怕担心 你知道吗 刚刚我路过那个店 整整被封了就是七天 打个大叉叉被封了 不是那个店有 不是那个店确诊呢 是有人足迹路过 他被封七天 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在台湾绝对不可能发生 可以直接扫就行 不这个要扫嘛 扫到这 离近一点 对走吧 你好 这里是北京与岸三四五市民服务院线 健康宝弹窗问题请按一 以及这一就是问题请按二 请您说出健康宝弹窗温兴提示后的数字是多少 您可以对我说编号一 编号二等 编号三 请问您现在在北京吗 您可以回答在北京或者不在北京 不在北京 您进去是否到访过设议风险地区 您可以回答有或没有 没有 没有 您可跟随微信 北京12345公众号提交相关信息 如您当日已提交 无期重复提交 在11月底 我的行程还会被限制进京 后来我收到了我公司主管对我的一句关心 他说看到大陆游行的新闻 想关心我一下 问我一切都顺利吗 我知道这种游行在大陆 我们家里是看不到的 后来我的哥哥还有就是亲友们都跟我说早一点回去吧 因为他们也通过了一种方式 看到了这个 火车通过火车 早点走 早点到那儿看看 早点看看 行 早点看看到那儿如果不行的话 他倒是那般人家有那个 有那个能跑线的出污车 要找出污车也行 嗯 早点走 这个动车是几点的飞机啊 12点的 45 啊行 早点到那儿 那那10分的动车都买了 这4摊动车路过龙家 静态几天有菜吗你家 有 菜肉都买了 不要下楼了还怎样 然后天 你上哪儿都关门了 你还你还你干啥呀 你们 现在像你们同事都要自己住厂子里啊 啊 我们在厂里住 拿庇护了 冷不冷啊 不冷 住几天呢 那请信不知道啥样的 我到了再跟你说不用担心了啊 小哥 好了好了 后来很顺利的回到了台湾 在大陆我看不到白纸运动 后来家人给我建议 还有我自己的一个考量 就选择提早 在12月5号就已经回到了台湾 经历了我每天去医院看诊 要提供48小时的核酸证明 然后如果你没有佩戴 N95口罩的话 警卫会把你拦下 需要在门口买一个N95口罩 才可以进医院 提前能回到台湾 也算是我自己的运气好 最重要的是 有台湾的亲人 告诉我一些 我在大陆看不到的一些新闻 和白纸运动 接下来针对大陆共存的感受 因为自己的家人们 现在也在确诊 慢慢的康复当中 下一章节会跟大家分享 我跟亲人们的对话内容 全世界对抗疫情都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疯控 等待接种疫苗 第二阶段就是逐步解封 第三阶段大家全面解封 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也希望我大陆的朋友和亲人们 早日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我也觉得在大陆180度大转变 我自己没有想得到 我的一些朋友也告诉我 就是他们同一时间确诊之后 同一个时间的人太多 有些人还没康复 就会被迫上班 造成更多人感染 上海的朋友告诉我 他现在有症状 已经好转了一些 可是还是要上班 如果不上班就是没有工资 关于这次大陆朋友 亲人们确诊 我们之间的对话 接下来跟你们来分享 这一个是我爸我爸确诊也我爸先确诊我们家 然后我就是跟他问一下怎么样 然后我爸就说不要担心他 告诉我以后疫情躺平了 回贡村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喉咙在东北都叫嗓子 好多了 有点嗓子都没事 然后我都最近晚上会睡不着 会想他们 然后我我爸就跟我说 我好多了 你妈感染了 一会我做饭数 然后我就知道我妈身体 没有我爸身体好 然后我就问我妈什么症状 我就跟他说 你就是吃药 然后我爸跟我说再吃药了 担心也没有用 都要感染的 现在医院人满为患 感觉现在疫情已经有好多人死了 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人 并发症去世了 这是我妈在确诊的时候 我妈就 然后我妈又给我发 就是我最担心的侄女 她现在已经好了 确诊好了 在我哥家楼下 正在这个玩雪呢 这是我侄女 这是我这次回去 看的一个北京的朋友 和上海的朋友 上海朋友是做医美的 我还是不舒服 她确诊几几天她还是不舒服 然后声音能听得出来 然后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平时会聊天 然后我就说加油 这个煎熬时期都会过去的 然后这个朋友说确诊后就是精力 没有以前充备 其他目前没事 这一个通讯是我家我的亲哥哥 然后我哥家是开眼镜店的 然后问他现在疫情怎么样了 他说没事放开了都得得 大家买点药到时候发烧难受就好了 现在我哥他们家已经全康复了 然后我上班呢 我班主没几个人了 然后你看看我哥也说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这就是我们家人朋友 和我在乎的大陆朋友 他们在确诊的时候 还会关心我在台湾 也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这是我们大陆用的微信 我们我三个好朋友聊天 我就告诉他们都平常心去面对 因为我没有看他们及时回复 应该他们现在会在工作 还有照顾家人 症状应该没有很快减轻 所以我就我们之间 就是我跟大陆朋友之间 就会相互鼓励 然后希望他们就是整理好心情 再努力去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打错字打了好多 因为我有时候在台湾工作的时候 就会用繁体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就会用简体 反正就是我们家人之间 我们亲人之间都相互鼓励 说确诊之后 然后就很快就好了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加油 用时间在12月29号 然后看到我的新闻 就是说从中国回来的一些游客们 要隔离七天 我从12月5号回到台湾 因为在那之前 我在大陆好多的一些新闻 还有好多一些 我看不到的一些什么白纸运动 还有一些等等一些 就是在搜不到一些台湾 就是大陆那边真实的疫情爆发的那种新闻 幸好自己就是一切有机缘 然后顺利回到了台湾 不然我现在都没办法坐在这里 可以吃台湾这边好吃的点心 在这一集就是跟大家总结 其实爸爸妈妈在大陆确诊 已经就是慢慢的在康复当中了 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在染疫的过程当中 心态一定要保持好 然后顺利的渡过难关 现在我在外面在吃午餐 然后把这一段视频剪辑到这里边 拍摄时间是2022年12月29日 一切在台湾还是要好好的工作生活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我在台湾去到了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 来一起欣赏 哇 哇 好美哦 你看第一板 姐姐 灯灯 对 上面还有彩色灯 树鸭 美丽从你决定成为自己的那一刻开始 美丽从你决定成为自己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美由你决定 哇 我有点胖 没关系 我的美由我自己决定 这边这边这边 啊 找到该一家的地方了 好棒 要记住这句话哦 勇敢追梦绽放美丽人生 怎么这么可爱 我的皮肤89分 哦 生活作息 多喝水 多运动 多吃蔬菜 补充维C 建议十到二十天定 这边来的就是这里哦 啊 这个夏这个冬天 正好早一点起床 现在疫情大会爆发有时候回来了 姐姐 突然 我们走协谱这样就好了 突然我不能跟孩子们一起在这里同乐了 虽然家庭的人在那边现在都是在一起调皮不去的 然后我相信他们很快会去过这个难关的 这种感觉真好 可是小朋友他不喜欢来这种城堡 因为他们都喜欢简单的一点的烦恼 是 他们喜欢刺激 这个刺激太少一下就腻了 因为他不喜欢这种奢华的感觉 奢华的感觉 大陆回来就是觉得疫情在台湾这边 已经大家都不会再谈疫情这个事情了 然后大陆的那边现在虽然疫情很严重 也希望他们早一点度过难关 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会觉得不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环境 不忍腻了哦 可能人太多了 有鸡吗 没有 有 有 今天天气真的好好 我们早上和中午的温差差15度